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胜过所有的财富 自己和自己要好好相处 每天走出战情的脚步 健康是福 健康是福 健康才是最美的礼物 这一颗太阳保持新的温度 在幸福里永远 永远的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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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欢迎林林老师来到我们这边来 林林老师先来跟我们家乡的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吉林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我是吉林辽元 东辽县人 今天能够参加大牌生日会 真的非常的高兴 也同时呢 代表吉林人欢迎大牌生日会的两位主持和优秀的主创们 能够把这样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落户到吉林卫视 给吉林的父老乡亲带来快乐和回忆 谢谢大家 谢谢 我预计我们这一期大牌生日会应该会创下我们开播以来的这个新的收视记录 因为今天来的嘉宾的阵容也相当厉害 我可以跟各位先透露一下 刚才华中间我碰见他 我就问他 我说你知道谁来吗 他已经跟我提了好几个名字 没有一个答对的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猜猜谁会来 出场的人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已经放话了 他说你要是猜不出来的话呢 他就不出来了 如果是我合作过的我的好朋友 我真的能猜出来 我给你个提示呗 他是个男的 你这个提示为免太简单 也是也是 我再给你个提示 聪明绝顶 我合作过的男演员 聪明的 我 这样这样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好不好 来 给你先选项 我真的对你很好 我给你这么多提示 你来看一下 请问这是什么提示呀 我真能猜出来当中一个就这个 最右边的是不是 最右边这个一定是赵军 赵军 对 《传关东前传》里演我老头那个 好嘞 因为他那个 你看那个头顶那儿有一个马自达的标 然后呢 对 我们朋友还有一个那儿叫海鸥的 就那脑门有一个那个皱纹像海鸥一样 海鸥 跟我海燕呢 你只看出那一个是吗 你这几个名字得出来吗 这个好像潘长江的头 这头发 虽然你把他个儿撑上来了 但是这头型像潘长江 这第三个名字才是来的 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李宁 这也不知道了 我们这样 我们第一个呢 第一个有点像 这也不 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是谁好不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谁 我大爷 我想说郭大爷刚来的 结果你为什么没有说呢 因为他现在有头发 郭大爷这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 他开心 你看他的表情对你还是很满意的 他点心高兴 第二位 看看是谁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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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转了 好行 来看一下第三个 张光北老师 张光北老师 大家看一下第四个 赵娟 这没什么悬念 赵娟 那你还猜得出来他是谁对吗 要来的那个人 今天要来的这个 紧张了 咽口水 我想除了郭德纲 应该都有 都有希望 好 最后一个提示 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剪影 请看 您看着学习吗 我觉得这个帅气的背影 看起来应该是郭德纲 绝不是 郭大爷减肥减肥真成功了 张光北老师 确定吗 我敢 他个儿高 那俩都没他高 让我们一起揭晓谜底 看看神秘嘉宾到底是谁 掌声欢迎 欢迎张光北老师 这真不知道 欢迎张老师 谢谢 谢谢哥 那个 前两天我们俩还通电话呢 我就没告诉他 因为这个编导要求我 要说要点惊喜 所以保密保密工作 做得很好 太惊喜了 哥 我觉得你惊喜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放眼望过去刚刚那四位 他绝对是世界第一帅 张光北老师 把你跟郭德纲啊 潘长江啊 还有另外一个赵金 放在一块做lady 你会不会不太开心啊 我挺好的 因为都是我哥们 都开心 红着他们那里显得贼帅 我哥是特标准 就是你看我们俩就个头往这一站 应该是最般配的一对 还真是 你还真别说啊 真是怎么回事 这对般配的演员 一直都对彼此有所耳闻 而直到2012年 两人才有机会第一次合作 一起出演了山里娘们山里汉 但是在戏中 两人虽有情感纠葛 最终却未能终成眷属 而值得一提的是 张光北的太太陈伟 在戏中也有出演 三人上演了一场苦情三角恋情 我内心当中有个疑问 他跟陈伟其实 这个在里边演 人家演那种夫妻啊 有感情线 人很正常 你加三加中间 你就是 尴尬吧 有点还行 还行 因为我们私下处的特好 所以给他点 那个眼睛放点光什么的 嫂子根本不介意 就所以康星的是张光北 老师是吧 对对对 一点都不尴尬 也不别扭 这次特好 是我第一次演了 从二十多岁演到七十多岁 年龄跨度很大 对五十年的跨度 我们都是 我们哥几个都是 哥几个 你感到真是演了 爷们 看人家 张老师 这次合作完了之后 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 实际人的感觉特别重要 就以前我和阎智 没有接触 后来接触以后 我真的我挺感慨的 因为我们这个戏啊 在拍摄当中 遇上了很多 根本不可能遇见的困难 比如说 拍到一半 这个剧组没有钱了 按道理 现在你不给我钱了 谁给你干活 这是正常的 他一个 小丽一个 何仲军一个 刘林一个 还有我媳妇 包括张小龙 陈思思 这些俗的演员 没有一个 说因为钱的事 说我就撂在这儿 这个是特伟大的一件事 我觉得现在 根本不可能了 我先说 阎云晶 就一般的这时候 一般的女演员就跑了 就慌了 就慌了 躲在身后 哥那怎么办呀 他是很担当的 他说哥 我告诉你啊 这事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特有担当 很有脑子 说完之后 张高卫老师说了 哥 我听你的 不是 他说很有脑子 你明白吗 我能说两句 来赶紧的 我哥说这么多 我觉得你都憋坏了 我哥说这么多 都是表扬和肯定我的话 我必须站起来 职工职令 给我哥 居一共 谢谢哥 真的真的 谢谢 你先别着急 你坐一坐 我跟你说 我真的谢谢 这些都属于叫打底的 真的谢谢 什么叫打底的 就是先把好的说干净 接下来 还有啥缺点不 李赫兵呢 这是 我知道 张老师 你不能这样 你光说优点 你说的缺点 对 人无完人 我帮你提示一下 就我事先的资料了解 听说 脾气不太 有点 不太急 你知道吧 活就活了的 没有 他能摔跤 不可能 摔跤 我们平时 拍戏没事的时候 就是一般男的 一般男的 就像张小龙这种 行题老师这种 像小龙这种 就是我跟大家说 张小龙就是 《甄嬛传》里的温太医 他能够给人背起来 然后人家就摸他手 说这个 姐啊 你太温柔了 一摸他手啊 他来一句 你骂我 他骂我手这么糙 他手艺这么一个 谁这样的 你有没有演戏 演着演着 然后到真的就演几眼了 你知道吗 失控的时候 对对对 应该是没有 完全没有嘛 应该是很认真的在控制 但是我手中 手中 听说拍小姨都喝的时候 也伤着人了 就当交代一下情况 是 因为开始就百分之百 然后有的时候 真就手中 有一场戏就跟那个 江吴老师 我们俩是 他打我 我打他 原来走戏的时候吧 是没有说 就是真打 只拿一个扫把去打他 然后就结束了这场戏 可是真打了 就打不停了 就有什么弄什么了 看见桌上的东西 椅子都要抄起来了 然后那个孩子们 张嘉宁 还有白恩 那俩孩子来拉架去 直接就给推到门那去了 就直接奔着江吴去了 拿那个 烟 烟破了 然后里面装的烟 不是烟灰 烟破 那个烟叶 放烟叶里边 他卷着烟 我直接照着脑袋 啪 我就拍过去了 因为已经就可以了 但是就没演够 我就气没撒完 还在打 导演没喊停 然后过后了江吴说 哥们儿你真来 那一火了烟灰 你烟叶就那 实实乎乎砸到脑子上 然后那个烟叶从头 吐吐吐吐 他当时就不行了 他说我当时这场笑场 然后他也来劲了 他就过来扑我 然后就拿那个 调竹鸽子就打我屁股 打我后背 他把我就是屁股 给抱起来 然后照着去 啪啪啪就打了 我们就打成一团了 安建已经在外面喊 停停 屋里根本没听见 打进去 对根本没听见 我们就还在打 后来安建从那监视器 冲到屋里 冲到 也冲到现场说 停 哥们儿停了已经 导演亲自进屋拉架 还结束了这场战争 对对对 天哪 没想到美女延续军 性格竟如此泼辣 那朋友眼中的他 还有哪些特点呢 爆料热辣来袭 他在片场唱二人传 现在唱的比较少了一点了 我在炒红冲前传的时候 他唱的比较少一点 但是呢 他好像 你得 勾着他唱 你不能说 你说来唱一段 那肯定他不给你唱 你得请教的方式 你看 哎 张月儿艳势脸啊 号怎么唱的 张月儿出三岁啊 他给你唱下半句 这里头放电架 一下 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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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人弄一大堆出来 我说那那个 猪不鸡拱地呢 猪不鸡拱地好啊 快来快来快来 再给你唱一段 给我唱挺高兴 我达到我自己欣赏的目的 改天我教你了 教我一段 猪不鸡拱地儿 这话说起来好几年了 到今儿了 一句都没教 那一次我就拿着手机 我说你给我录着你 我自己先自学着 有再有人说呢 我说我严细劲 我这二人段 我严细劲徒弟 寒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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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行啊 你报了我的名号 万一走板啊 黄腔的 连我的招牌都给砸了 你教就得手把手教 知道吧 录音这不行 这录音不行 可是我还是没学着 每一天呢 他在后台就跟那个 那个宋明他们可能都来了 都在后台 都在那聊天啊 但是想送节目在后边 我们是开场就在前面套钱呢 他咱们跟人家聊天 我说我就上 我上场 跟人家聊天 待会儿 他起音乐了都 群人演 还上舞蹈演 整个队就都上了 我就上 他们这一段小舞蹈 完之后 我们俩 他就开始上了 我一看对面 我就找到 是演绩精灵哪儿去 那每次都是站在那儿 我们俩相互一看 就都知道 都在了 我现在就 马上这个音乐 一节拍一节拍 就往后走 我们这怎么还没来 我一飞快的速度 他就跑到后台 发装机到这儿 啪一开门 演绩精灵 那天呢 我在那个哪儿 怎么这么着 他还等着跟人家砍了 我说 学生该上场了 哎呀 爸呀 干 哎呦 还有一件事 我特别生气 我跟你说 就有一次 我给他打电话 然后呢 他突然问 你是谁呀 我说 你猜到我是谁 哎呀 我想不起来了 哎呦 给我气坏了 因为什么呢 你想 现在的手机上 名字都有显示 然后他居然 他不知道我是谁 那就说明 他把我电话删了 然后我说 好 你不知道我是谁 哎呀 姐呀 姐呀 然后我说 那我也生气了 我挂一下电话呢 我就删他电话 我说我也删你电话 加子兰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你气得怪了 我删了二十多分钟 我都没删掉 最后我生气 隔天不删了 我觉得我这生气 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那个严老师 您把手机拿出来 能不能看看 上面有没有江东北 有有有 太有了 魂的了是吧 嫂子电话我都有啊 不是 那你是怎么回事呢 编的电话你有 嫂子电话你有 这姐姐电话 怎么就没有呢 他这个真是我 那个不是删 我怎么能删呢 没魂 不是 是手机丢了 手机丢了之后呢 我新买了一个手机 新买个手机 往里导号 还没导全呢 这个时候 他给我来的电话 就根本不知道 是他的号 行 我跟电视机前的 李晶晶说一下 其实这完全合理 对吧 我觉得你必须得理解它 但每次我骗别人的时候 也都这么骗 对不起啊 所以你先换了个电话 我完全没存 我没骗 我真是这样 真事吗 那你不靠谱的事 关键你太多了 你不可信 你知道吗 你那个赵毅是怎么回事 叫人家唱那个 猪八戒拱 你当时还没教呢 一个是现场太忙了 然后拍完戏之后 大家都会去休息 你发现没有 他特认真 他特别在意这事 辩解 真的真的 太忙了 因为太忙了 休息的时间 可能就那么一点 除了你这场完了 还得对下场词 还得换衣服 还得修装 就没有 真的没有一个 很固定的时间 说我还教你一段唱 今天就这样好不好 跟那个全国的电视观众 稍微含瘦一小段 可以 那我就在电视里面 给我二哥唱一段 行 唱一段 猪大姐懂劲 行吗 来 我分析节目 南枪 这不是女枪 南枪 这不正好适合你吗 南枪 我走到八药宫啊 小眼睛不爱睁啊 摸摸那个蹭啊蹭 我懒也么懒得走啊 我扛着个帕子 灯根里根龙 满腾腾啊 灯根里根龙 我打了个脑袋 想些事啊 一步一横横啊 当初我在高楼庄上 多呀多快乐呀 一二一呦呦 都怪那个猴子 听啊 我的那个大师兄 他活活的把我坑 哎一二一呦呦 越死越想 越接近啊 一二一呦呦 就是那个丁塔呀 地上扔啊 钻进草壳 打呼咙 哎一二一呦呦 好可爱哦 我真心觉得 您就是为这个行业而生的 你知道吗 再唱一个 老师跳上瘾了 这种话 他平时听的也挺多的了 今天呢 其实张伟老师来 我特别高兴 因为第一 他跟我们叙述了一个 特别真实的烟织精 没错 第二呢 我觉得他太靠谱了 他还带礼物来了 礼物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哇 谢谢 谢谢 这个 老师今天送的这是什么 核桃 核桃 这个颜云精啊 虽然很聪明啊 这个带着颜云精 真的很操劳 这我都知道 颜云精基本上一年365天 永远在拍戏 是 所以呢 带点核桃 一是美美容 二是不顾脑 三是身体永远健康 谢谢 我听懂了 特别贼心 谢谢哥 我能拥抱一下我哥吗 太可以了 这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话 有什么话要对那个 光伟 我是东北二人转演员 然后从二人转的舞台上 转到影视队伍当中来 我是一个业余演员 我能够得到像光伟哥这样的 优秀的制片人 优秀的导演 优秀的演员的认可 是我特别珍惜 特别 特别特别 往心里去的 然后也是特别欣慰的 因为 奔来奔去的 就是为了奔一个 被别人肯定 被别人喜欢 所以我在哥这儿得到了 谢谢哥 再次的感谢光伟老师 谢谢 谢谢光伟老师 谢谢您 谢谢您 来 请台下贵宾席就坐 谢谢您 谢谢哥 谢谢 稍后 严学金二十年密友现身 揭秘严学金不为人知的 童年往事 更有严学金首度场 还心飞 讲述光环背后 自己的悔恨和无奈 第一个人来 给你整体开心的 又开心又感动 对 学金我们必须得对他好一点 因为他在录像之前 就跟我们整个导演组的人说 我对你们节目特别放心 我特别喜欢你们节目 刚刚那一趴已经放心 放心完了 接下来全是不放心的人了 不会 不会 这么确定吗 没有真的 大牌生日会 是我特别感动的一个节目 因为我是第一次 在你们节目当中 哭得稀里哗哒的 然后就是发姿肺腑的 感动了好几天 不能让他哭了 我们得让他高兴的 是 就像台老师笑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接下来让他高兴一下 影视演员 小皮演员 二人转演员 虽然说他有共通性 但是他表现的手法不太一样 你这三个身份当中 相对你而言 你觉得哪个身份 与你而言是最重要的 二人转 也是最游刃有余的应该学 对 我最钟爱是二人转 那段日子让你很难忘 对吗 因为你今天一直在 开始介绍的时候 包括刚刚说的时候 都一直在说我是一个二人转演员 对 我是二人转演员 到现在为止 我的职称 我是国家一级演员 也是因为我唱了二人转才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二人转 是我这辈子一个最准确的身份 是里面承载了他很多的记忆 很多的喜怒哀乐 当然有一个人跟他曾经一起 经历过这些 接下时间让我们掌声欢迎到的是 颜旋坚老师曾经的搭档 二十几年的好姐妹 杨金华 有请 欢迎 欢迎 老师抱起来了 咋都不行了呢 你别上来就给别人整哭了行吗 杨老师一上来就眼眶红了 你咋就把他整哭了呢 对我看你想到了 往中间站 我知道我能来 但是他们不让我告诉你 我的天哪 这 这太惊喜了 这位让颜旋坚如此惊奇的嘉宾 就是他二十多年的好姐妹杨金华 一九九二年 杨金华和颜旋坚同时进入吉林市戏剧剧团工作 当时二十岁的颜旋坚刚刚从吉林省戏剧学校毕业 还是初出茅庐的二人转新人 而比颜旋坚大九岁的杨金华 早已是当时吉林省响当当的二人转明觉了 正是这么一位前辈 在颜旋坚随后的二人转生涯中 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 今天好友重逢 先来切磋一段吧 问一生二哥哥 你丢了什么 那一户海户海啊 四四方方一块 老黄童啊 那一户海户海啊 问二哥黄童 在哪儿得呀 拿来一户海户海啊 在京城要饭是六年宫 我积攒下这块老生桶啊 拿来一户海户海啊 问二哥生桶 有啥用啊 拿来一户海户海啊 在京城要饭是六年宫 凉一口来热一口 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 拿来一户海户海啊 那来一户海户海啊 二妹我也要一个肚子疼的病啊 你就给我揣揣 中不中啊 拿来一户海户海啊 这黄童光管难来 不管女 女的要揣上 那肚子拧劲疼啊 拿来一户海户海啊 行了 谢谢 好不好听 跟你姐一块 跟你姐一块唱之后 显得你更满人了 杨老师这边是这样子 然后老师是这样子 绝对是专业水准 越南越专业了 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好不好 来来来 请就坐 请就坐 谢谢 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啊 我觉得其实 你看你手拉上了 感情特别好 我知道我现在如果要问金花姐 我觉得 肯定也都是夸赞她的话 没错 对吧 这样好了 我觉得 学金在你印象中 其实形象是不是一直都特美好 是 是吧 是 确实是 特美好 特光辉哈 行 我们先来毁灭她 我没有坏了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来 你想象不到的 就陪我去 你给我找找 哪个是烟细精 哪个是啊 你们的观众们看出来 哪个是她吗 红衣服 红衣服那个是吗 你现在长得像吗 不像 这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杨老师 崇溃了 真的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我怎么没见过呀 这好像十六七岁的时候 哪个是你啊 你先讲清楚 哪个是你 我以为是那边那个黑色衣服 我以为那个被复是 就是黑色衣服那个 一个最高个那是我 红衣服的是你 是这意思吧 对 你确定吗 确定 那会儿是怎么了 这脸还嘟嘟的呢 那会儿一个是胖 一个是单眼皮 杨洋老师那会儿还没认识她呢 是吧 不认识 没见过 我认识她是 她从新校毕业之后到我们基林来 我才开始认识她 都长大了对吧 对 那到我们这来就是已经是美女了 我真没见过这个形象 杨老师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我们居然把这张照片找来了 这张照片应该我也有 应该我也有 但是你是不会拿给我们的 那肯定不会 没想到一张照片就让颜学精着假不住了 好戏可是刚刚开始 那我问一下姜王姐 你说着她呗 优点我们都知道 有点缺点呗 缺点就是专门好保媒拉签 保媒拉签成功的 就现在比较出名的 我说大家都认识什么 沈阳 现在最火的那个小沈阳 还有春阳 他俩就是 小沈阳和他媳妇沈春阳两个人 对 是颜云金老师做媒的 对他给勾搭的 还有吗 颜光明 和那个赵海燕 海燕呐 对 就是他给勾搭的 当时你怎么就觉得 小沈阳和沈春阳合适呢 那个时候小春阳唱的特别好 春阳唱的特别好 小沈阳呢 那会是学员 家庭条件又不好 然后呢 没人跟他一步驾 然后在小剧场里边唱戏的时候呢 春阳正好是单着 一个上妆 小沈阳呢是个下妆 但是没人愿意戴的 那业务一般 嗯 然后又小又瘦 后来呢 就是春阳他爸妈就觉得也可以 然后那会呢 就是 呃 林月呢 也是觉得他们俩就很好 就是年轻嘛 嗓音条件都好 然后呢 年龄也差不多 就让他们在 剧场的第一个节目就唱头马戏 嗯 唱头马戏 一般的都是学员 就一般唱头马的呢 都是刚起步阶段 没有太多经验 然后也就是 戏也可能不是那么多 一般都是这样 但是后来这俩孩子呢 是特别好学 后面不管是谁唱戏 他们俩唱完戏 永远是看戏 学戏 回去研究戏 后来就 也就是一两年的功夫 他们俩就可以成压轴了 就成了半了 嗯 所以你就觉得挺合适啊 没有没有没有 是大伙 大伙都觉得他们合适 嗯 是大伙给撮合适 没有还是你传的 你别谦虚了 我跟你说 他这习惯到现在 这么多年来都没变过 我们这样 我们来听听 有一些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好吗 来 他这个 这个人呢 有时候热情 热情的有点过劲 你知道吧 嗯 在给别人说没拉气的一件事上 属于想起一出是一出 他很容易被一个人的好所感动 哎 他跟这个社族 我们社族几个女演员 跟人聊 你怎么会 哪年上学 你爸妈干什么 你一定很不容易了 你说啊 怎么怎么回事 你这人太好了 你接会了 接咱朋友 没有啊 哎 赵英 赵英 快快快快 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 我给你找一个女朋友 特靠谱 他 基本上从他决定给我找女朋友 到他开始给我说没拉气 礼拜不到三分钟 然后开始把人夸得添坏了 翻过头来说 这兄弟人好 你们俩 哎我看看 他有夫妻钱 这么地吧 这么地吧 过两天又换人了 又被那妹妹感动了 这妹妹真也不错 哎 张一 张 哎 二哥 妹妹怎么样 不错啊 人好 你们俩 亲不想 我看也有夫妻 你是 你是 你是看谁都有夫妻 这样吗 我觉得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剧组里面 因为咱们这个 拍戏啊 大家都太忙了 像赵逸 他现在还担着我 到现在还给他找对象呢 剧组完了之后 没介绍成 后来回到我们小区 因为我们俩在 回到小区 对 到小区里面 我又认识一个女孩 最漂亮 也是东北的长春人 然后特好 那小孩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 我就觉得 哎呀 我二哥应该喜欢漂亮的 应该这个行 这行也行 然后给我二哥介绍之后 又没成 然后我现在又给我赵 赵逸哥 我二哥又找了一个 还没见面呢 还没见面 还没见面 赵老师一听 就等着 那个戏拍完 他现在拍燕子里三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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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确认一下 到底 他的这个功力 眼神怎么样 那不能瞎介绍 是不是 介绍他也介绍在点上 所以我们接下来 下个环节 就来考验一下 他们的眼力 尤其是你的眼力 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到 下个环节 就是我们的 大牌来找茶 大牌来找茶 游戏规则 接下来会有 三队二人转演员 为我们带来表演 在这三队二人转演员中 又一对是真夫妻 颜学军要通过观察 把这个真夫妻找出来 爱牵牵拉眉的颜学军 考验你眼力的时候来了 我们首先有请 我们的第一组登场 有请 《三队二人转演员》 看见天下也不过呀 学习法对呀 男儿子要 来自南南花园呐 就现在面前呐 花木的光芒 爬山酸呐 有家人让上花花了 爬山来转呐 男儿子要 我家人有你欢乐 我尽不抱着脸 脸 脸子都会吵吹脸 你摆我脸 小家人让他吃虫了 吃虚喜欢了 我看没有 我家人让他吃虫了 吃虚喜欢了 我看没有 好 这孩子讲得太棒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郭新迪 还有刘虹 唱得太好听了 唱得好 这我们都知道 关键问题是 你觉得他俩像一对吗 他们俩配合非常默契 但是我没看出 有夫妻的感觉 我等那两对出来再说 也许那俩更不靠谱 是不是 对 我比较一下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第二组 张海夫和五兆雪 我听我好你别太高张 在这儿不是首衣子吗 你先来不及会玩啊 来到这儿就好笑 喜不回到娘家儿啊 Marsch 能让人拍 必须得使哪些啊 你不是这个人不是这个人啊 我不是这个人 你不是东西啊 我不是这个人 你的魅力群啊 不是观众鼓掌 我们的魅力群 我们的魅力群啊 爱爱爱 爱爱爱爱爱 我们的心想不良 我们一起做 谢谢 谢谢张海波 还有我们的舞照雪 她们俩像一对吗 从配合 就是唱二人在小帽 这个配合的默契上 没有第一对默契 那也没看出来 你看这俩多甜蜜啊 对啊 人还握手 那我再看一看 还实际紧扣呢 再看一看 再看一对 我再看一对 我发现鞋挺帅 来 让我们先掌声 欢迎我们的第三组 我们的王林上爽 有请 我发现鞋挺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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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晘得星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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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相公,你传不传来的故障吗? 我问相公你,你叫做哪儿啊? 我说说有门听 你放心,你不是那个相公你叫什么名? 我不是有名的猪老爷妹 我母名叫做没有,你我做上个法子 我是小老哥,咋样啊? 我就不能我的大嫂啊 谢谢,谢谢王明,下手啊 第三对靠谱吗? 这俩更甜蜜 唱完人赚了,你不够有默契感 所以感觉都挺香的 我能考他们吗? 可以,你可以考量 你能往这边走一点,来 我可以考量吗? 你俩吃了一对吗? 不不不 不能直接问 每一对问一个问题 但不能直接问,给你一些 你旁销测试一下,咱不能直接告诉 咱不是刚刚吃,送过你那核桃吧 核桃是补脑的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她爸爸叫什么名字? 问女孩 郭晓明 她爸叫郭晓明 她想了半天 嗯,我问她俩是 你,你爱她什么地方? 她正想了半天 我长得好看 我长得好看 你真是油啊 你真是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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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在东北二人传剧团里面 一般业务好的谈对象都晚 要么就特早 要么就特晚 因为她都忙过业务了 你的意思是她俩嫌老 第一对业务比较好 尤其是女孩唱得特好 所以我觉得刘洪应该是 应该是很晚出对象 她不应该是现在出对象 也可能是她 我瞎猜啊 然后她们俩呢 假装甜蜜 唱完之后一说猜的时候 她俩才把手拉一起 然后她俩呢 是顺理成章 唱完之后回去了 直接就拉到一起 然后第三对呢 配合不是很默契 如果你们俩是一对的话 我相信你们这个业务 一定是颜色合缝的 像前两对 因为情侣嘛 是二十四小时 几乎都要在一起 尤其你们现在可能都唱戏了 唱得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她俩不一定 你就解释了很多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没说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第二对 穿的比较露 如果不是跟情侣演出的话 应该很保守 老师 不是应该结了婚 才开始保守的吗 那我不管 反正给我的感觉 我猜是这样的 我现在觉得你非常的确定 一号他俩不是一对的 还是你非常确定三号 我确定三号不是 一号有可能 三号来 站中间 我们喊三二一之后 如果你们俩是情侣 请接吻 如果你们俩不是情侣 请拥抱 三 二 一 我看出来了 你是真有这主意 我是瞅出来了 你觉得他怎么样 挺好的 有没有可能 以后发展 他呀 绝对是潜力骨 对 这男演员 嗓子好 形象好 而且他一定是一个很有公主的 是吧 身段特放 谁这样 现在就差你对他的配合 如果你要是 真跟他处上朋友了 你会帮助他业务发展 他也会拖住你 因为你有一副好嗓子 知道了吧 然后又有一个好的形象 男孩儿 你俩真好孤独 真真的 好 好 好 你们俩瞬间 你俩瞬间 努力 努力 来 上这儿来 上这儿来 你俩真好孤独 你俩先去那儿私聊一会儿 来 两对都站这儿来 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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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见了没有 他四个一块往前走的时候 他那男孩儿就是张海波 马上就把女孩儿手给拉了 这两人手拉着你一直没看着 他不拉上的 后拉上的 我们一直都在拉着他 再看了一响 接下来 请听好 看完三二一之后 如果是真的情侣 请接吻 如果是假的情侣 也请接吻 好了 真的情侣 直接接吻就行了 假的情侣可以 原济不到 三二一 请接吻 请接吻 恭喜江海 佩服我呢 我真不知道 她真不知道 因为我确定 金华姐是知道的 她一直在旁边 金华姐一直没有跟她透露半点讯息 一点没透露 一点没透露 绝对没透露 是这样 其实我要跟水晶老师介绍一下 因为这些其实都是金华姐的 先生 学生 好吧 所以今天呢 才来到我们的现场的 今天呢 听说这个月晶老师要过生日 据说我们三队演员 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对不对 对 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三队演员 一起送上他们的生日慧礼 来 有请 我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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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很好看 这个全面 谢谢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其实我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算是晚辈 对前辈送上的一份生日的礼物跟祝福 包括今天你的好姐妹 金刚老师也是特别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大家都特别的高兴 我们也希望这二人传的文化 能够在各位共同的努力之下 能够继续的传扬下去 发扬光大 谢谢各位 感谢金刚老师 谢谢 来 请金刚老师抬下就座 感谢我们各位 谢谢 刚刚我们非常开心 因为看到了很多你的晚辈 更重要的是见到了二十多年的姐妹 接下来登场 这也很了不起 确确的说 她是您的长辈 她对您很好 今天先有礼物送到 人味道先到了 是一个四丝嘛 看看是怎么口味的 告诉我这啥 这是土豆 这土豆长得真怎么能 睁眼是瞎话呢 这明明是青菜嘛 这个平常硬 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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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给老师的礼物 你那个吃什么 你吃了半盆 那是我的 谁会送你西红柿啊 这我真不知道 很特别 就是礼物 因为我觉得不能让这位嘉宾在后边等太久 是 因为她是故意的 了不得 是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这位神秘嘉宾登场 有请 有请 欢迎王丽云老师 谢谢生日快乐 谢谢王丽云老师 谢谢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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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让我们王丽云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丽云 我是她婆婆 谢谢王老师 王老师说 她是您婆婆 您刚刚一直叫她的老娘 这特别亲切 你们俩是拍什么戏认识的 再大伙说一下 轴隶的三国时代 我演婆婆 学经演我的大儿媳 我们俩关系特别密切 也恰啊 咱开个家庭会议 对吧 形成决议了 你们大家全都同意了 人家老二家出钱 你们家出人 老二家出钱没含糊过 你们家出人 现在出论去了 不赖你的谁啊 那怎么就能赖着我呀 你这老太太 怎么那么不讲理呀 就赖钱呀 跟谁说话 我怎么了 你妈说话你没听见呀 这事怎么就能赖着我呀 那个逢卷没送去 把肘子没送去 怎么就赖着我了呢 你妈贴贴眼 你没看出来呀 你不是好歹呀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为什么你要送那个 番茄西红柿啊 特别好吃啊 真的啊 对 哎呀我跟你说呀 是这样 我欠你了呀 发生啥事了 在剧组啊 他就是有吃的就给我送 然后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个草莓番茄 太好吃了 我这个有生以来啊 活着这么大岁 我第一次吃那个 那么好吃的西红柿 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我这有点做广告的鲜 像草莓西红柿 太好吃了 就那个绿的都特别的有味道 特别好 他呢据说是从那个丹东空运来的 然后他给了我几个 我一吃 我说他第二天 我说太好吃了 他一听 当天晚上又给我拿了一锅 你看我成根人药了 然后我吃了好长时间 确实好吃 你那意思是今天你又来药了 不 我今天我想还他呀 然后我说我也买点那个草莓西红柿啊 买不到 买不到 然后我就在我们的海淀区那儿 就买了点这个西红柿 就代替吧 但是比草莓的产人 黄老师我听明白了 你就拿这种西红柿来换草莓的西红柿 我特别希望啊 就是因为他一个丹东的朋友空运过来的 我特别希望他下次空运的时候把我那份也带 是吧 你们平时聊天就除了聊这些吃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 这婆媳俩人在一块还会聊些什么话题啊 黄老师 哎呀他聊得多了 老讲他小的时候啊 家乡的事啊什么的 我呢就为什么对他一些好 第一啊就是这人 你跟他一接触吧 没有距离感 像有些人不爱说话 你得经过半个月你才能了解 他吧就是十几分钟的事 一下就距离就拉起来 十几分钟你把他从一岁到三十岁的故事 基本上全了解了 完了就可以说心里话了 就熟了啊 然后呢我通过他就是讲的这些家里的事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他是个特别孝顺的孩子 我特别喜欢孝顺的孩子 因为他吧就是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和我能引起共鸣 你比如啊他就是他的整个家呀 现在是他是比较是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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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在我家其实也是起这个作用 就是 老娘说的是 我们俩就一起交流 哎呦 我觉得他很不容易 他说我有一次 他说的 我累的呀 我就跟我弟弟哭啊 我说你们不理解我 他说这个我特别能引起共鸣 然后家里呢 确实没有搞文艺的 孩子又特别多 嗯 所以呢就是 好像这副重担就落在咱们肩上了 但是你要是作为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 你落在我也不担 我们都属于有责任心的人 所以呢就自己就是放在那个担子 自己就给挑起来了 严循金之所以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和他的家庭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72年2月 严学金出生在吉林省东辽县的一个农村家庭 由于家庭条件不太好 又是家里的长女 严学金从小就知道要照顾父母和两个弟弟 他私一一岁那年 我得的是急性老婆圆 嗯 不是不是 一线眼 我急性了一线眼 嗯 那他就他责问他那两个弟弟 嗯 懂他呀 嗯 那他上学呢 他们小弟弟才两岁呀 都他侧后呢 才是一一呀 毛刺才是一一呀 嗯 长得还小 嗯 我们俩他都陪我医院住院 他自己个家 嗯 他现在他有的时候就像呢 咳了散发气 是那个气管炎 嗯 他就是感冒我冻的 就那年得了 那个气管炎就那年得了 你说我现在一心 我多心疼啊 平日里对家里人就百般呵护 8010年5月 颜血经父亲查出肺癌 这对于孝顺的颜血经 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而颜血经也决定 放弃所有的工作 全心全意照顾父亲 我爸生病之后 我是决定不接戏了 因为那会儿就是光北高 我们一块儿拍那个小新岸岭深处 嗯 就现在不是叫林子里的娘们跟爷们吗 嗯 就拍那部戏 还有老爸的爱情 嗯 嗯 何冰 还有张嘉宁 嗯 张于燕 我们一块儿在青岛那个戏 就等于是推掉了三个戏 就把三个戏都推了 什么都不干了 可是后来我爸呢 是就是我爸就听说我不接戏了 什么活动也不参加了 就想陪他 然后我爸就就就生气了 对 他特别心疼我 然后他也知道就是我能有今天也挺不容易的 能有一份好的工作 然后就说你你也不容易 你这你把人得罪了呢 你这合同都签了 你赶紧去 你要不去我就不治了 他还在担心你 从床上下来就走 就一二话不说就走 后来没辙了 我就拍着戏 然后一边回去看我爸 这样 但其实还 我觉得你真是 真是该做的都做到了 父亲生病的时候 后来好像情况中间有当时好转了一些 你还带着他出去旅游呢 对 我陪我爸去了一趟三亚 他没去过 也没出过国 如果身体允许的 因为那会儿 全家人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爸已经扩散了 其他人都不知道 所有人都不知道 就是一个人在撑 对 你干嘛要把自己搞那么辛苦 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考 不是因为那会儿我觉得 他们知道了 也只能是跟着痛苦 跟着钱操心 我妈要知道 那我妈肯定也挺过去 所以那我 可是你也跟女人呀 那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承担吗 因为那个住院的时候是联系完之后 我就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如果我爸有不行那一天 你就把最坏的消息告诉我一个人 不要告诉我家里人 然后那会儿就就主任就跟我一个人说了 说完之后了就决定 那会儿就已经没有住院的必要了 然后说怎么办呢 正好也快过年了 然后我就跟我弟弟他们 还跟我家人商量说 那就领我爸去一趟三亚吧 那会儿我已经知道 我爸就没有多长时间了 因为就是就已经不行了 他已经就是就就感 他自己也感觉到 他说哎 大夫说我好了 我怎么觉得我不行呢 现在一天不如一天呢 然后后来就带他们去三亚拍照片 真的那会儿心里特别特别复杂 就是几乎我也要垮了 你知道吗 我特别清楚 就是在北京那个机场后机的时候 我爸穿着新衣服 然后戴一个帽子 然后站在那个那个 他那有一个就是头等舱后机室 他不有一个大玻璃窗 直接能看见飞机吗 我爸的背影 我跟我妈坐在边上等着 然后我爸站到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大玻璃那看 就是飞机起呀 落呀什么的 我感觉我爸像一老干部似的 然后我就就逗我爸 然后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拍他的背影 近的远的 然后我就拍了给我爸看 我说爸你看像老干部 绝对不是村长 像市长的 就逗我爸乐 然后到了到了三亚之后 一直我爸都是乐的 下飞机也照相 在机舱里面也照相 就是我的心里想法是 我想我想把我爸每一个表情都记录下 就是想就是想以后能有个念想 但是那会就特别复杂 你知道吗 看我爸越高兴 我越痛苦 没辙了就是到三亚第一天的时候 住在海边 然后给我爸和我妈安排到 那个海边 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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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一个 就像栏杆似的 给他们照完相之后 我第一感觉就是舍不得 然后就是感觉 就好像我爸马上叫没了似的 然后我爸去跟我妈他们俩在那 就是晒太阳的时候 我进屋就进了卫生间 大哭一场 我觉得我实在挺不下去了 就他们越高兴我越受不了 后来我爸还是就是 因为我爸心里特清楚 他特聪明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 就不断地拍照 配合 然后高兴开心 我觉得他那些都是希望 给你们留下一些 你们想要见到的他 给你们多留下一点 关于他美好的那一面 因为他觉得他还有希望 我跟他说的也是 就是那个刘已经从九公 就是七公分 现在变成两公分了 我说再过一期 过了年之后 咱们再治疗的时候 有可能就没了 主任也是这么配合的 也是这么说的 一直是瞒着他去治疗 然后等到三下最后的时候呢 是在那个 他不那儿有佛吗 有那个寺庙吗 去请他活佛 给我爸超度 什么各种各样的 放生啊什么的 所有所有的 我就觉得我们做儿女能做到的 我都想到了 都做到了 哪怕就是一个愿望呢 但是就是这个病 我爸是小细胞肺癌 然后就是真的是发现的太晚了 那会儿我爸刚走的时候 就那一刹那 我爸是吸了氧吗 在医院里 最后一刻你是陪在他身边的 对 那会儿正好是拍 就是跟张光梅老师拍的 那个什么 最后那几天 也是剧组要杀青的时候 剧组通知我必须回去 可是我爸已经不行了 然后我就到医院去 我们刚到宾馆 因为家里来了好多好多人 我爸那几天就好像要见 就是要见这个 见那个 把家里人都集中来了 他想见到的人 每一个人他都见到了 然后我就安排这些人 到宾馆休息 我们刚到宾馆 剧组刚为 刚给我打完电话 说明天拍大结局 你今天晚上最好返回来 明天大结局 我说好好好 我马上往回返 就是刚接完这个电话 就是病危通知书 就就就 病危的电话 就说赶紧来 不行了 我们就往医院去 我弟弟我妈 就是大伙围着那 已经就 大伙都已经不行了 可是我 我那时候拔着 我我爸那个西洋的那管 大夫说拔掉了 几秒钟就没了 我真是看我爸太痛苦了 我现在最 就是最最难忘的 那个管子 是我拔下来的 我两个弟弟都在边 都已经哭得不行了 然后我妈也不行了 我看我爸太痛苦了 我就觉得 爸你走吧 我就当时 直接把管子拔下来 拔完之后 我就傻了 我弟弟已经 哭得不想人事了 但是我 我看见我爸那样 就是 就感觉是我送走我爸的 我就拿着管子 我傻了 我看着 不行了 当时大家就来 就乱了 然后我就赶紧调整自己 我就觉得 必须安顿好我爸 然后照顾家里人 就告诉每一个人 都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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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自己 到最冷静的时候 然后把我爸 拉回老家 这一路上 就不敢想 你这一路上 你是怎么 你怎么可能保持 保持冷静啊 就是你必须逼着自己 不能倒下 家里得有个主事的 你得把后事处理清楚了 回家之后 找谁办这个事 家里要通知谁 谁来管这些事 谁来着急 谁谁谁谁 这些事得有人去 因为之前已经想到 但这个时候 必须得有一个人张罗 所以那会儿 我就跟我大弟弟 我们俩 我就告诉他 中间过程当中 就打电话 然后就说这个事 所以到了家之后 我爸的后事 处理得特别特别好 虽然最终 盐雪晶 还是没能留住 父亲的生命 可在父亲生前 盐雪晶 亲近所有 做了一个女儿 能为父亲 做的一切事情 她为父亲守护 陪她散心 替父亲支撑 这整个家 不被打垮 然而 尽管如此 逆急往事 盐雪晶 依然有着 无法回首的 悔恨和伤痛 特别特别后悔的 一件事 因为 我跟我两个弟弟 都从农村出来了 在城里混得 有模有样了 就是自己也脱贫之父了 想回报父母 孝顺父母 就特别大的一个想法 是想把他们 从农村接触来 可是我到今天为止 真的我觉得 我最后悔 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后来去祭拜我爸的时候 我归到八分钱 我说 我说 爸 我说我闺女 闺女最后悔的事 就不应该把你 从农村接触来 真的 我希望 跟我一样 有孝心的 这些年轻人 孝顺老人 真的是顺着他们 不要改变 他们的生活 我爸如果 还在农村当村长 他会很快乐 就是因为到了城里 他对城里的生活 不适应 他压力大了 然后看见儿女 这么忙碌 这么累 他心疼 他跟着操心 他要在农村 他会很省心 他只看到高兴的事 不要自责了 不要自责了 其实他是敬到心 既然是生日会 我真的是感谢你们 提到这个话题 东北有一句老话 叫儿的生日 娘的苦日 没有父母就没有我 对 所以每一年 过生日的时候 我都会感谢我妈 真的 做儿女的 因为她的生命 就是父母给的 我们 这不是挑好听的说 我们过生日的时候 朋友 亲人 爱人 孩子 会围在我们身边 给我们过生日 其实没有父母 哪有我们 真的是在我们生日的 这一天 最应该过生日的人 是父母 真的 我想 不管是 在天堂的爸爸 或者是妈妈 我觉得 其实 他们都能够感觉到 你的爱 对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 当然了 这个爱 其实是一种大爱 我想 喜欢你的每一个人 爱你的每一个人 都希望在这一天 为你送上祝福 不管是今天 来到现场的王老师 还有很多 没有来到现场的朋友 我们其实 也有很多 没有来到现场的朋友 我们有很多祝福 要送给你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不好 谢谢 来 爷妈 其实借了这个机会 跟你说一些 以前没说过的话 也挺好的 就是我 虽然每次看到你 都是开开心心的 然后 带给大家快乐 但是我总感觉 你自己可能比较累 压力也比较大 不停地拍戏 然后呢 儿子 我弟弟现在又考学 可能你今年 也挺累的 那我希望你在明年 可以劳逸结合 自己出去走一走 玩一玩 开开心心的 对自己好一点 希望你呢 在今后每天的时间里 都能快快乐乐的 都像生日一样的快乐 年年健康 碎碎平安 各种平安 各种幸福 各种快乐 都归你 祝你越来越好看 戏拍的越来越精彩 祝你们家装修的 越来越漂亮 祝你大麻将 少赢钱 最好少赢我的钱 天言精 生日快乐 亲爱的小颜 生日快乐 老妈 生日快乐 我爱你嘛 来 好多朋友啊 我们一起站到场中来吧 很多朋友都送上了祝福 接下来时间呢 我们也邀请 全场的观众朋友们起立 我们一起唱响 生日快乐歌 好不好 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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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您先说 许天会 许三个愿望 许三个愿望 然后告诉我们一个 其中有一个 我们俩合作 好了 好了 告诉我们一个愿望 我可以说一点点 第一个愿望是给我妈的 第二个愿望是给我自己的 第三个愿望是给我儿子的 我说第三个吧 儿子考上中系了 今年是大一 嗯 儿子会看到这个节目 妈妈最爱你 最珍惜你 特别希望你能够争口气 保重好身体 保重好身体是底线 必须好好珍惜大学的四年学习时光 嗯 哪怕以后不干这个了 但最起码这四年你是中系的学生 对得起老师的辛苦的同时 对得起自己 努力学习 帅子 我们一起来吹蜡烛就好 来 王老师陪你陪他一起吧 好不好 来 三 二 一 生日快乐 谢谢 今天要特别地感谢严玉京老师来到我们大牌生日会 也要特别感谢王林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也要感谢 对 还有我们现场一天是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收到本期的吉林温室的大牌生日会 下周我们吉林温室大牌生日会再见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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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长江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